以人參、烏骨雞為湯底 再加上枸杞、杏鮑菇等食材入味 今年冬天要進補的食品 已經有業者推出了 以高營養價值的烏骨雞 搭配各式各樣的防癌蔬菜 這個烏生雞火鍋 將可以在這個冬天 為美味來吃的人 補充過冬進補所需的營養 生雞裡面加了人參 還有紅棗、枸杞 這一類的話 都屬於兩補類的 這一類的話 再增加一些 我們加一些佐料 比如菇類的 譬如玉山菇、金針菇、香菇 還有綠色植物類的 這能夠增加我們免疫力 也能夠抗癌作業 農曆10月初時的立冬 依台灣傳統習俗 家家戶戶都有準備補冬的食品 而今年的天氣因為非常溫暖 因此一般薑母鴨或是羊肉爐 比較偏向熱補的食品 比較不受民眾歡迎 為此業者就推出了以烏骨雞為主的烏生養生鍋 今年的話 好像盛陰年這種天氣比較熱 大家會 以前都補冬買薑母鴨 還有羊肉爐 這一類比較多 今年的補冬的話 大家大概會 傾向兩補類的 烏生雞、松露雞和 羊乃頭雞這一類的話 比較適合這個補冬 這個烏生鍋內不但有人生之外 在大量的菇類和青菜之下 讓這個烏生養生鍋 不但可以補充元氣外 當中的菇類營養還有抗癌的效果 業者表示 雖然現在是暖冬 但是兩補一樣可以達到熱補的效果 同時也可以補充平日所耗損的元氣 未來年準備好迎接新開始的體力 Channel 4 台灣有線新聞 林韋婷採訪報導